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烫面蒸饺的做法 下时用西葫芦鸡蛋虾仁 还配了香菇 这样搭配营养丰富又美味 下面看一下制作过程 先把面火上 500克面粉一分为二 用125克滚开的开水烫面 另一半用125克冷水和面 这样和的面蒸出来的蒸饺 既柔软又有韧劲 拌匀以后和成面团 一开始揉面有点粘手 但没关系 活一活就会好 然后盖盖形面 下面做馅儿 把西葫芦擦成丝 擦的过程中 注意一定不要擦住手 然后里面放烧盐 让水分杀出来 打入三颗鸡蛋 一会儿炒至备用 虾仁我用的是青虾仁 都是去皮去虾仙的 用起来很方便 然后清洗一下 把它切成小碉 然后再切一个香菇 切成小碎 然后再切一个香菇 切成小碎 把水分彻底的挤干净 这个水分腌出来非常多 所以必须把它挤干净 用手挤或者用笼屁布 厨房纸都可以 如果水分挤不干净 放入调料后就会出汤 这样包出来的饺子 既容易破又不好吃 挤干净水分的葫芦 给它切几刀 食材就准备齐了 葫芦馅里 第一时间给它放上葱油 或者自己喜欢的植物油 这样把水分锁住 下面炒鸡蛋 倒入植物油 温度升至六成热 放入鸡蛋 然后快速地搅成小碎点 然后晾凉 盛出备用 虾仁里面放一勺盐 放一小勺胡椒粉 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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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葫芦里放入香菇 鸡蛋碎 虾仁 再放入姜末 小葱花 香油 两小勺盐 两小勺盐 一小勺白胡椒粉 一小勺花椒粉 两小勺松茸鲜 一小勺盐 一小勺蚝油 味鸡鲜酱油 一小勺 最后加一小勺白糖提鲜 拌匀 馅儿就调好了 好了 可以开包了 面板上撒上面粉 面团再揉一揉 把面团搓成一个长条 分成等份的剂子 蒸饺可以比水饺大一点 然后拍成小饼 擀成边缘薄中间厚的饼皮 放入馅儿 尽量多放一些 好吃 中间先捏一下 然后右面打三个折 左面也打三个折 左面也打三个折 刚好是个月牙型的饺子 再来看一个 里面放上下压紧实 中间捏一下 右面三个折 左面也三个折 就这样一次累推 把它全包完 包饺子馅儿一定放中间 边缘一定不能漏有馅儿 这样包起来 菜不容易破 才既好看又好吃 如果馅儿在边缘 可以用手指把它推进去 包得多了自然就会有经验了 熟能生巧吗 好了 饺子全部包完了 可以上笼屉蒸了 把饺子逐个摆笼屉上 盖盖冷水开火 水开了蒸八分钟即可 好了 时间到 看这热气腾腾的大蒸饺 多有食欲呀 蒸饺好吃不难做 同样是饺子 我们可以多换几种口味 比如水饺 蒸饺 锅贴 各有各的味道 非常的好吃 上桌啦 我们可以试吃一下 一定要先来点醋 看看里面的馅儿 葫芦 鸡蛋 虾仁 看这个香料 点醋 太鲜香了 这皮儿还用劲道 蛋汤面就是不错 喜欢饺子的朋友 可以到我播放列表里看 蒸饺 水饺 锅贴 大家可以随时看 欢迎订阅分享 点赞收藏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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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